我剛剛完成了在北京的四日行程 四日行程裏面最主要是出席三個活動 包括昨天上午 我是接受李克強總理頒發國務院令 委任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的行政長官 之後獲得李總理的接見 之後的下午獲得習近平主席的接見 在兩個會面裏面 其他出席的領導包括韓正副總理 以及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等 我首先在這裏再次感謝中央對我的信任 委任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的行政長官 我是感到非常之榮幸 知道責任的重大 我會全力以赴 是無負中央對我的信任 以及市民對我的期望 習主席和李總理都一次強調 中央堅定不移 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爭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以及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我向習主席和李總理匯報了香港的目前情況 包括經濟 社會 以及疫情的情況 李總理也要求特區政府做好防控疫情的工作 在今天的上午 我是和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見面 在會面的期間 我亦都再次是 就香港一些具體的情況 向夏主席介紹 大家亦都交換了意見 我亦都表示 我作為後任行政長官 是會履行我的責任去盡快 去組織主要官員的管治班子 因為現在到7月1號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會盡快完成這方面的工作 向中央提名 按著《基本法》 請中央去考慮 以及決定去任問他們的 習主席說了 這個完全選舉制度 是符合一國兩制方針 是符合香港實際 亦都是符合香港發展的需要 要長期堅持 而第六屆特區政府 亦都會長期堅持 剛才所說的這個立場 至於是去組織管治班子 這個是我作為後任行政長官的責任 所有的人選 以及我考慮的一些重點 都是由我決定 當然按照《基本法》 我是要向中央作出提名 以後由中央考慮 以及作出決定去任命 細節的每一個人物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知道 完成了之後 會第一時間向大家公佈 在這個階段 希望大家體諒